一般人称为土地庙 客家人则称为伯公庙 更是乡里重要的信仰中心 而吉安乡十八村都各有饶富地方特色的伯公庙 为此乡公所为了记录保存 福德正神传统的信仰 特别走访了乡境内二十八间的土地公庙 并且办理了先介村长伯吉安伯公庙的特展活动 吉日起是在吉安的浩克艺术村 哈卡哈卡的生活馆来展出 欢迎乡亲前往一探 先介村长伯的奇妙故事 土地公福的正神是民间信仰最为普遍的神旨之一 而一般人称为的土地庙 客家人则称为伯公庙 更是乡里重要的信仰中心 因此几乎各村落都有伯公庙 象征着鲜明闭入蓝旅开墾历程 吉安乡公所为了记录保存福德正神传统信仰 特别走访乡境内二十八间土地公庙 并且在吉安浩克艺术村 举办了先介村长伯吉安伯公庙特展 乡长游树珍也欢迎乡亲前往 千万别错过 三二一请开始 请大家忘记面容 神家春种伯 吉安伯公珍祁喵 博公特展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十二月份 在浩克艺术村开启满世文化传承跟历史 在社群邻里呈现的精髓跟文化 28间的土地公庙 净收在我们浩克艺术镇的 二号展览馆上面 这样的一个文化 是我们值得我们来做延伸的 吉安乡是最多普工庙 也是我们文化保留非常完整的区块 所以这次吉安乡公所 透过客家所来串起 这样的一个文化的旅行之外 未来我们会再推动 吉安的博工小旅行 骑着脚踏车到每个博工庙 来作为一个巡礼 这一次的特展完整收入了 吉安乡各村28间的博工庙 精彩介绍每一间福德庙设立始末 站出到12月19号截止 现在也举办免被赠送博工福袋活动 只要前往参观并在乡公所脸书 粉丝专页按赞拍照打卡或者填写问卷 就可以获得限量或功夫带一纸 数量有限送往为止 记者刘明胜 吉安乡采访报道